诚心之光的好朋友们平安 在这里要跟大家预告 诚心之光即将在10月要上线的精彩节目 10月份的严精系列 寇牧师将继续带领大家查考启示录 这个月我们将讨论7号之灾 和两个见证人的意象 认真严精的您 不要忘记准时上线收看哦 随着万圣节的即将到来 许多惊悚诡异的鬼片 在电影和电视上开始上线 在商店 街道 甚至是学校里 您可能已经看到不少 庆祝万圣节的装饰 游乐园里也开始加设鬼屋 有一些基督徒认为 我们要严加避免接触 任何与鬼怪有关的任何事物 但也有很多基督徒觉得 我们有神啊 根本不必害怕看鬼片去鬼屋 这个月的生活与信仰 我们就来探讨 到底基督徒要用什么心态 来面对鬼片和鬼屋 另外 扣牧师要和备受挑战的父母一起探讨 当孩子觉得参加万圣节活动 没有什么大不了时 精彩节目 您一定不要错过哦 成心之光亲子皮那十月份 我们的 还是要问 牧师要回答许多孩子的疑问 到底世界上有没有恐龙的问题 木木我该怎么办 万圣节的活动 好吸引小朋友哦 让小朋友实在好难抗拒 好想参加哦 甚至可能觉得 一点点妥协 还好吧 心里好多挣扎 该怎么办呢 母母圣经故事时间 这个月我们要继续听 但以理的精彩故事哦 这么多优质好节目 要在十月份上线 请大家记得订阅 成心之光 Light of Morningstar Studio频道 和成心之光亲子LMSF Kids频道 以及按下小铃铛 成心之光希望能陪伴大家 终于圣经真理 火出光源生命